大家好,我是 Joseph 安心地產團隊 Richman 的房地產經濟 現在在 McDonald Realty 擔任 Associate Broker 從今天開始我希望拍一系列的中文影片 放在我的頻道上面 主要是講解在大灣哥華買房子的時候 大部分人會碰到什麼樣的問題 跟你要怎麼樣去應對和化解他們 其實在買房子的過程中 如果你能夠預先地知道 買房子該要怎麼樣的程序跟過程 還有說在你買房子的過程中 有可能會碰到一些突發狀況跟延伸的問題 你預先知道這些事情 當你真正在執行的時候 如果你偏離了應該要有的一個過程 其實你馬上就會發現 發現說事情好像不太對 再來你要怎麼樣做出應有的回應 怎麼樣回到正確的道路上 當然如果你很不幸地遇到了 買房子會有的一些問題或是狀況 至少你都事先知道這些狀況 你相對來也馬上知道說 要有什麼樣的應對方法 不管你是要自己想辦法解決 或者是你要找專業人士 至少當你知道這些狀況 事先知道這些狀況的情況下 應對而來也會是相對輕鬆的 至於我個人為什麼我要拍這個影片呢? 其實我2012年開始進入這個行業 到現在2020其實8年了 其實遇到了各式各樣的買家客戶 有新移民、有老移民、有學生買房子、有首購族 有過了好幾年才買一次房子的人 其實不管大家對房地產本身的知識怎麼樣 可是大家對買房過程 這個過程中的知識 其實大家對他們的認知都是相對類似的 並不是有非常非常透徹的了解 所以大家在走一樣的過程裡面 碰到一樣的狀況 會延伸而來的問題 其實也都是非常非常類似 所以如果你第一次買房 或是說你很久過了很長一段時間 現在準備考慮買房 發現一大堆 碰到一大堆的狀況都是沒聽過的 也不知道從何開始 或是找誰來回答疆解 其實不要覺得沮喪 因為大家都是這樣子過一樣的程序 一樣走過來的 那我也必須要講 其實我的買家客戶們問我的問題 七八成都是很類似的 所以其實到最後我是一直在重複 回答非常非常類似的問題 也是我的答案也都是蠻類似的 所以那其實告訴我說 既然說我的客戶跟很多買家都是 在一樣的過程中碰到一樣的問題 會有一樣的疑問 或是非常類似的疑問 那何不把我所知道的總結起來 放在一個影片裡面 這樣讓大家可以看到 甚至在未來我的客戶跟我見面以前 可以先來這邊看這些影片 做一個預期 這樣子在跟我見面的時候 相對來的也更有準備 他得到的資訊也更productive 所以我覺得這對我來講 對我的客戶跟大家來講 都是非常非常有幫助的 這個影片是這個系列的第一集 所以我今天現在在這邊做一個overview 這個系列的影片會包括 1.在大溫哥華地區 一般買房子的過程是怎麼樣 有可能會延伸來相應的狀況是什麼 跟要怎麼應對 再來買房子當中 會碰到要簽約什麼樣的合約 這些合約裡面有什麼樣的重點 需要注意 再來是貸款 如果你買房子需要貸款的話 貸款的程序 貸款的時間點 跟你要注意的一些事項有什麼 看房子的時候 有什麼是特別要注意的 如果你看Single Family Home 獨立屋 或者是Town House 或者是Apartment 他們之間分別有什麼不同的 你要特別注意的地方在哪裡 還有是寫offer 如果你看到房子喜歡 準備下offer的話 寫offer的時候有什麼地方要特別注意 哪一個有什麼class 你要特別小心仔細的 再來是什麼叫做解除條件 解除條件到過後日之間 你有什麼樣子的工作需要做 過後日到拿鑰匙跟之後的幾週 有什麼事情是要特別注意的 這些我都會在這系列影片 一一跟大家介紹 仔細講解 也請大家期待 我們今天先講到這邊 有問題的歡迎來電 也歡迎Email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